施工人員小心翼翼地將雕像吊起 隨後進行打包準備運回美術館展出 這是著名大師創作的人間系列紳士雕塑作品 十二尊雕像在城市博覽會期間爆紅 成為國門廣場最夯的拍照打卡景點 隨著城博會結束 十二尊雕像也告別國門廣場 讓經過的民眾大嘆好可惜 對此出名美術館方面表示 非常感謝金融市政府腰斬參與盛事 也很開心大師的作品獲得民眾的喜愛 至於未來如何和金融市政府方面進一步合作 雙方會再次進行洽談 這次住民美術館很高興 收到金融市政府的邀請參加這次的城市博覽會 那也得知說不管是在地金融的居民或者是遊客 都覺得這件人間系列紳士的作品 在這個地方非常的合適 很希望它可以留下來 那這次的展覽因為是一個短期的展覽 所以我們會需要先把作品送回去美術館展出 那未來合作的方式呢也會再跟金融市政府討論 看有什麼樣的形式可以讓大家都覺得 金融市好像有更多藝術的作品 很棒有更好的勢容 美術館也很期待 金融市長李酪昌也證實雙方已經約好時間 將洽談合作方案 一有結論跟好消息就會跟市民報告 我們已經跟住民基金會也已經約好時間 那在這一段策展期間呢 其實住民基金會的同仁也來參與了我們的城博會 那我相信他們非常的感動 也覺得住民大師的一個雕塑在金融的國門廣場 它就變成不只是雕塑也不只是藝術品而已 而是變成整個城市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已經約好這個禮拜 我們會來進一步商談相關的一個合作的一個事宜 如果有相關的一個結論跟好消息 會再跟所有書名朋友大家來做報告 記者張旗騰 基隆報道